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因为此后那几年都没有了年三十万 只有年二十九 你要五年后才再有年三十万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个历法 我就不浪费口水了 因为我祖先都是做历法的人 各首径 延朝的国师 自己上网搜索一下 为什么这个年三十万 这么神奇 要过了几年后才有年三十万 全部都年二十九了 明年是年二十九 后年是年二十九 没有年三十万的 希望我们大西超台友 都不是希望是你的福气 你走保就不关我事了 根据我每一个月贴出的两个时间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解释了 即使我解释我都不得究竟的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解释了 即使我解释我都不得究竟的 因为人知道太少了 只能够根据祖师 我的前程的祖师留下的要缺 经过我自己的研究 就减了两个日子 两个时间 给我有缘分的台友去用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大家台友都有交费 每个月 变成了在我们的全城的学问 都有一条好的缘分 我将大家交费的部分的钱 就用来做回到世间的工作 大家在帖出来的资讯都看到 不是说很厉害 在我个人的眼中 我三十多岁成名的 在江湖上 我十几岁 我已经成名了 即是在香港的江湖上 但到我三十多岁 一入国际的时候 回中国已经成名了 因为当年在江湖上成名 都不是我自己的力 是背后的力 背后的王气的力 这个某某人 是某某官的亲信 那有东西就来找我们 年轻的时候 到我入国际正义舞台 又不是我的力 是我的贵人关照的力 所以大家知道 出来老世界最后有贵人 有贵人看得起你 你就成功了 那贵人为什么会看起你呢 最重要是你对人真的要忠诚 忠诚是最大力量的 特别看起你的人 你真的要对他忠诚 做坏事都要告诉他 所以当年在我们历史上最成功的人 就是范蕊 他晚年就和西斯 西斯都是一个很成功的女人 范州五湖 范蕊后来改了名字叫陶珠公 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首富 他留下四句话 以忠为国 以智保身 以伤 智富 天下太平 我身上有一些少认字的 我又很年轻 已经是六十年代 已经找几层楼一个月了 二千元一日 我说六十年代 即一个月围到六万元 那时的楼 卖一万多元一层的 但大家听 我的节目都听过了 是不够花的 每日二千元 夜晚宵夜吃饭要给钱的 为何不够花呢 大家重温一下节目就知道的 真的不够花的 你走入个社会真的不够花的 但回来我现在 不出街在家里 用来用来用不到一百元 一百元左右 那我很多朋友回来 帮我买面睡衣便便便宜了 有些人送来 所以大家就要珍惜一下 今天三晚 祝福大家 明年龙马精神 裁员港进 交换兴兴隆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最重要 我昨天在我的茶室 天后站那个康埔天地的茶室 给了一个大医生 临死之前留下的祖传的药 那些秘方 我给了一个学生 他现在读中医的 他给我拍了 写出来 将来会拱尊一世 我不收藏 我觉得知识不应该收藏 我们整理好 会放回上台给大家看 那大家看到 就会将它偏绿了来放在那里 那你能够用得着的 你就用 但用之前 你都要找医生 拿一些意见 他医了很多的那些扭力 扭力就是 琳巴扇扭 甲藏扇扭 气管扭 腸胃扭 有很多其方 但我未深入研究 但就希望工知医势 知识不应该病了 好 那今天聊三个晚上 说些什么好呢 都是说些怪弱笑 淡最开心 最近期最烈的 就是美斯 日本仔真是厉害 我看了他那场波 又看了他的过程 日本人想着什么出来 他们用个武栏 配合美斯跟他见面 玩招一炮三响 厉害 他真是非常美好 大家才知道武栏是什么 武栏就是我们 廣东人俗称的鸭仔 他找了日本首席的武栏 有型的男士 利用他的天赋的本钱 再受个特殊的训练 差不多跟艺技那么辛苦 如果做正式的鸭仔 他说什么 不是说笑 他是一个行业 日本 很红的 日本 我相信他不会 在日本他不会弱过 美斯的名气 不是说你这些人有钱 就可以买到他 那做什么生意 他有经理人 当然 世界的妇婆 东南亥的妇婆 东南亥有很多妇婆 大家知道吗 台湾妇 印尼妇 特别是华侨老女人 东南亥带国家的妇婆 有些老公死了 自己是寂寞 有些有妇伤的外妾 他死了 他又不想嫁人 免得被以前老公 被以前自己老公的客属恥笑 他接了一些生意族 但是他寂寞的 你普通在你自己当地 在搞男人 引起很多连锁的回应又不好 好像对自己以前的老公又不住 他声望 他就走到世界上 找些无奈 日本人是很吃香的 西方人是多数英国找的 去英国为什么呢 英国在澳洲的母男是第一把手 日本在澳洲是排第一位的 英国我们不讲字 英国那些比较深厚 因为那个学问很深厚 不是你想做母男就做的 找谁帮你 起码不弱不知道 是不是 日本的母男 因为他们经过这么严格的分裂 吹打 弹跳 学问 谈吐 仪表 身形 体能 去到他这个罗兰 和美斯一齐 这么开心的 美斯看到又这么开心的话 是一个前期 一会儿大家介绍 为什么美斯会这么开心 难道美斯搞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这种母男 由七十年代初开始 已经很寒了日本 香港最多去光顺的人 我知道的 不是很多个 最似的那个女人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小甜甜 就是华贸 陈振冲岸的女主角 华贸的老板娘 一句江湖传闻 王德辉是不举的 我变成了小甜甜 很年轻就要在我出门吃 她老公也接受的 但她又很有钱 已经懂得去日本文武栏 一国要去两三次的 炒到很贵的 你两个捨得花钱 小甜甜都捨得 她真的捨得 不然她都不捨得 花那么多钱给薩华聪 给薩华仔 是不是 所以她在日本很吃香 小甜甜的 但为什么日本人 在这次 美国职业球队 慢慢来打表演赛 因为都是跟官方有关系的 是邀请她来 让他们会铺排 一个武男去见美斯 这个真的是非常深 经过很精心的考虑和报告 又得到效果 又可以达到一炮三响 那一炮三响打倒了中国的文化 中港的文化价值 这些家道学文化 亦都掃倒了香港整扎那些特衰残官 柴仔 什么小分控 和那些低B的球迷的行为 和清場 监折一响就很厉害了 直射北京 所以一炮三响 好了 我们回回回回来 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铺排呢 比如回回回来 你去到日本政府 美斯这个球队 来到我们日本的表演赛 卖到该贵票 他不怕那些官員在機場接機,沒有的,大家聽到沒有的,沒有的,一個官員說招待會什麼都沒有的,讓整個武藍出去,為什麼呢? 因為武藍只是鴨仔,鴨仔世間的行業來說差不多跟妓女一樣,只不過女人就陪男人叫妓女, 男人去找女人錢出來做應召的牛郎,就是武藍,為什麼堂堂一個這麼有文化的,這麼尊重文化的國家一個日本,為什麼會派一個牛郎出去接待美斯呢?值得大家心事,你不怕失禮人嗎?不怕丟臉嗎? 你不怕美斯,他們求到他反應嗎?丟臉嗎?你弄一件牛郎來照顧我,算怎麼差樣子呢? 大家,你有沒有想到大家,這個真是非常深,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跟美斯私底下說過,你藏氣, 不過,如果他不說,美斯都會接受的,為什麼呢?在日本的傳承,無論你做什麼行業,所以他藝記都這麼高身份的,全世界沒有的, 就是全世界將清流女子,敗藝為生的女子,擺到天皇都接見了當年的日本, 就是說他在他們日本的文化,無論你什麼行業,無分貴賤的,他不會根據你世俗的貴旨來定, 只要你出到位,你做了那個尖端的人物,你是將人,公將的將,那個將人每一個行業在日本的地位非常之高, 所以變成他做舊浪武藍的人物,他是首席的日本這個羅蘭,他都受到全社會的尊重,這個就是職業的精神, 不放任何道德的關鍵去批判,去看的, 所以有時候大家見我出來做工作,出來開麥克風, 比較像以北京人,不是,我是有很重的那個價值觀, 那個是真言李翠經的觀念,非常深奧, 是空海大師帶入日本的,是東密的經典, 是真言李翠經,日本憑這本李翠經,打破了世俗很多的框框, 它少了這麼多框框藥束的時間,它才能夠思想解放,開脫, 有男女童育,再可以丟下了自己的傳統的神學文化, 走去拜荷蘭維斯,進行那個維治名身,才製造到今時今日這個日本, 它再經過第二世界大戰的摧殘,被美國打敗了, 也都可以反轉身,和美國做到最好的朋友, 這個就是李翠經的力,不容易不容易, 他們用得非常好,用這個李翠經的力, 全部什麼過去恩怨情仇,全部可以放下, 今時今日我們日本,打完第二世界大戰就知道, 我要翻身,一定要借助美國的力, 我們中國人,有沒有這種胸襟,有沒有這種盜量呢? 我是滿族人,滿洲人, 中央政府是否算我是中國人,我不知道, 但我本身是滿洲人, 因為我們滿洲人的三門神, 和日本的四國是相通的, 所以我們很多滿族人,是住在日本四國地區, 就是清朝滅解體之後, 變成我們的思維和概念, 和一般人有少許不同, 我們都不會問社裘田的, 不會買一間大小屋子, 蹲著在那裡, 我最近接待有兩個同學來香港, 我開車的車就突然間, 好日我都沒有駕駕, 因為爆水喉, 爆水喉就剛剛在我兩間小屋子附近, 我便洗了過去, 洗了過去, 叫人下來, 停在那裡, 過了年外才拿去維修, 就算我送給人, 也要弄好才給人, 那輛車我都想著不要送給人, 那輛六道門的, 坐八個人私家車, 房車, M-Lar, 我想一下, 好像是舊鐘叫我不要再搞了, 但我都要收你好才送給朋友, 那兩間小屋子真的擺在那裡, 自己都不知道, 有大屋子我都不知道的, 因為那個不是我們滿族人的基因, 我們要開疆托土, 所以這些工作就要全世界, 所以我今年又會去印度, 蘭卡, 馬來西亞, 考察這些工作, 當然也打算回回中國, 再將那些兒童百科傳書, 看哪些地方, 更加要多些送下去, 中國同胞需要正確知識, 也都需要正確觀念, 特別我們中央領導層, 更加要有正確的價值觀, 那何謂正確呢? 深奧了, 說不定, 因為它那個價值觀, 在不同的時空, 有不同的變化, 但歸根結底, 你只要以人為善, 以人為善, 這個是基礎, 但是我們到今時今日呢, 在中央領導層, 他出來的思維、政策呢, 缺乏了以人為善, 這種胸襟, 特別看到特區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 處理這個球隊, 美斯球隊的表演賽的手法, 完全沒有以人為善的胸襟, 學了這些古惑仔手法, 抽水呀, 賺著數呀, 搏出風頭打架, 想說買雞腳變了私和比呀, 搞這些壞事, 很搞笑的, 坊間很多評論, 我都不講了, 我們就重點, 講這個日本人, 借一個武藍, 和美斯會面, 玩招, 一炮三響, 他們經過心思熟慮的, 美斯為何會接受呢? 美斯是很自小, 很要在數學時間, 認識他現在的妻子, 他站了分之後呢, 根據市場上報道呢, 沒有陶式新聞的, 有否鬼鬼小小, 我們不知道, 日本人都知道的, 如果日本人, 不是用武藍去, 找一個日本最美的, AV女郎, 女優, 美斯有人忠忌, 你會破壞了他本身, 那個家庭的價值觀, 的形象, 所以反過來, 弄一個牛郎去武藍, 沒有話說了, 是嗎? 他老婆又不會喝醋了, 是否心惡呢? 一定不會有陶式新聞, 沒有藍女陶式新聞, 會不會突然間, 那些美斯喜歡了牛郎, 這個下集, 他們很好談的, 大家看回那些情節畫面, 後期這個羅蘭呢, 做日文呢, 寫了一封信, 短信給美斯, 就是很感激他, 看得起他, 他說我做的職業, 在社會上, 是最低賤的職業, 是要去服侍女人賺錢的一個行業, 竟然間, 你都能夠這麼真誠, 來跟我商交, 去來往, 令到他很感動, 這個就是日本武藍寫給美斯的短信, 但武藍也不會點低自己的, 因為他知道, 在日本的傳統, 只要我做到某一個行業的一把手, 頂尖的人物, 他就受到日本人的尊重, 不管你的行業, 多低賤都好, 這個日本人的精神, 所以大家在日本旅行, 你看到, 有很多拉麵, 很多民間手工藝, 都有一個祖師的, 是受到日本總理大臣, 手上大臣的表揚狀, 不簡單的, 所以另一類的學問, 就跟我們這個華人社會, 這個我們不批判了, 因為現在我們中國人, 在近這一兩年, 或者現在, 再經過這個美斯事件, 那個玻璃心, 全部都散了, 因為他做了這個, 美斯會見日本牛郎的畫面, 出在世界, 全世界是波動的, 電視, 就是我前面, 見一個小鴨, 都不見你香港的特首, 特首的官員, 包括你那幫柴仔, 沒有一個身份, 沒有一個日本的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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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幾品厲害啊, 夾仔這一招, 隔山打牛, 這個第一炮, 第一響, 我一炮三響, 真的嗎? 全部打殘了, 你那些小鬼, 吵怨巴閉, 什麼小風,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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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不是? 厲害, 第二響, 也都告訴你香港人聽, 我美斯不會奉迎權勢, 不會怕你的強權, 不會怕你威嚇我, 說沒有了一個中港的市場, 我美斯, 球王, 不可以用你的權勢, 或者銀子, 是收賣到我, 我有刺激的原則, 只要我說我自己不舒服, 球會一定不敢讓我下場, 那理由是為什麼, 我說了我不舒服, 你讓我下場, 我就乘機扮抽筋, 躺在那裡, 我以後幾場不敢打, 大家明白嗎? 你有什麼事的, 根據球會和你主辦單位定的合約解決, 要賠多少什麼點點, 不關我美斯的事, 我根據我球會的守則, 只要我覺得不舒服, 我就告訴我的軍人聽, 經過球隊的醫生檢查過, 接受我的看法, 然後, 就給他現場上說, 你不用出場, 但他下場, 美斯是很聰明的, 所以他由頭坐到尾, 他又不會被人說, 他走馬不出現, 因為如果你美斯不下場, 坐在那裡看, 你是後備球員嗎? 你不坐在那裡看的話, 主辦單位真的會被人告, 因為你沒有出現, 我又下場看到尾, 由頭看到尾, 只不過是身體不舒服, 經過球隊的醫生, 被射擊, 所以說不讓我下場踢, 那他就變了, 所以說話沒有說, 美斯在香港, 這個第二炮, 打殘了你香港, 那些什麼海關, 什麼消費者, 不會啊, 或者你裝鬼裝馬, 叫人來投訴啊, 走去報往啊, 又說貨不對等等, 你敢不敢告他, 告他不到啊, 告主辦單位也告不到啊, 你信不信啊, 為什麼呢? 徐家傑, 以前廉政公署的行動副署長, 這幾天跟我有一段對話的, 一會我報上給大家看, 可以用刑事告人家產, 他又是做官做得索領了, 退了又都是, 不要介意啊, 家傑哥, 我們講事實而已, 你入賭品才要期啊, 這件是民事來的, 我們香港表演, 你怎麼會弄得到刑事呢? 說他賺貿行片, 差片黑錢, 你餓家傑哥仔, 你有沒有睡醒啊, 大佬, 我們問, 是不是禁得共產黨多, 怎麼會弄得到共產黨那種思維啊, 拋他才說啊, 鎖他才說啊, 用國安法扣他, 留了他, 扔他進去監房, 怎麼會弄得到這樣啊, 你禁得共產黨多啊, 徐家傑, 是不是呢? 在大陸呢, 不奇怪, 在香港雙方官員都不能敢做, 也做不到的, 一進法院, 你council都不敢批, 你們最少敢批嗎? 說美斯煩了刑事責任嗎? 整個球隊, 你睡醒一點點, 特區政府, 這些事態呢, 如果給我們呢, 就一定不會出事的, 一知道美斯說病, 下不了場, 就未開場到半場呢, 特區政府應該出來發聲明的, 就是輕描淡者, 乃一特首, 哎呦, 我們剛剛收到消息, 美斯隊長突然身體不舒服, 希望早點都可以康復啦, 希望讓我們這些, 香港市民都看到他下場的風采, 踢幾分鐘都好啊, 如果真的踢不到的都沒有所謂啦, 因為你既然間真的不舒服, 既致以慰民, 希望你早就康復, 能夠到日本出到菜, 這個才是大仗的風法, 即是說, 既然人家玩到這一步, 你就要立即變身的了嘛, 他們沒有啊, 大哥, 呱呱吵, 又說告那個, 又告那個, 又拉又鎖, 你怎麼做完巴批, 是不是呢? 有沒有這種風度呢? 既然人家表了態, 說我不舒服啊, 未都落到場地, 那你立即就要慰民, 你要真誠慰民, 你怎麼知道是真還是假呢? 就算我知道你美斯扮不舒服, 我當你是真的, 如果真是真的呢, 那你如何呢? 你怎麼知道呢? 所以最好是當真的來做, 哦,真是不舒服, 你就真誠去慰民美斯, 派人送花、 送水、 送飲料給他, 聽到你不舒服, 又怎樣? 特區政府沒有做你的朋友, 你說什麼二世祖啊, 什麼體育會啊, 那些人, 沽名吊怨而已, 那些人, 都要想到這些招數, 香港沒有做你的朋友, 好了, 美斯落到去日本出場, 你那隻這樣的羊粉腸, 局長, 還扑街, 大家看他說那些什麼, 上網搜尋在那裡, 摸嘴說什麼, 全部不出街的那些說話, 這條五粉腸局長, 楊用祥, 應該就在香港, 啊, 我們知道現在美斯, 康復了, 真是替他開心, 可以出場了, 這個才叫風毒, 很多人說什麼叫量大福大, 說就容易, 你做到出來什麼? 還有你這樣說, 沒有人怪你的, 因為你很善意, 對人說, 我看到他在香港踢不到, 現在你去到日本, 那麼快又恢復到, 下到場了, 你不是真是令人高興呢? 這個是我們佛門的慈悲起, 寫我起身, 不看他錯的, 我當你騙我, 但是我做回我自己, 禮貌上的本分, 知道你康復了, 我可以下到場了, 那你香港政府出個賀相, 恭喜他的球隊, 他下到場了, 也都令到我們香港的市民, 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他下場的風采, 我也有看, 你才出場那一段三十幾分鐘, 我又看Youtube, Youtube現場直播, 你說如果你特區政府這樣說, 豈不是很開心嗎? 這個第二響日拍, 整個打散了, 整個香港特區政府, 那個管治能力非常細, 那個應變能力非常差, 變成我們看到在海外的傳媒, 有很多那些評估, 國際評估的組織, 他說他要重新評估, 香港特區的官員, 那個管治能力, 出了, 大家上網相處到的, 就是從這件事件, 國際的組織, 去評估香港政府, 官員的管治能力的水平去到哪裏, 非常低, 那你死不死? 這個第二炮, 第三炮呢, 就打倒了中國政府的思維, 不是說你給錢, 去這個世界舞台, 去收買這些低等國家, 重點巴筆, 是代表你有實力, 你的行為, 你的文化, 你對那個世界的潮流的價值觀, 你沒有順應世界潮流, 去和國際社會截軌, 但我相信中央政府到今時今日, 未必會反省這件事, 這個真的很遺憾, 但它是響了一個炮給你聽的, 我們日本人有價值功能, 我們可以重視了一個牛郎, 一個鴨仔, 一個無能的身份, 世界的球星, 美斯, 也沒有輕視我們這個鴨仔, 是給中國政府看的, 雕糕去搞, 因為現在中央政府出來做大外宣那幫, 那現在中宣部, 實情整個人的行為, 就叫做老舉蝎, 大外宣那幫幹部, 他整班給了一個名字叫做老舉蝎, 要大不要小, 立人殺你整班, 即是說你回中國訪問, 或者他涉及對外的宣傳, 他是選人來做的, 看人不起的, 大家特別外交部, 你看到和那些小的國家交手, 那種氣炎很難破壞的, 知道嗎? 現在整個共產黨對外的形象, 給人感覺就叫做老舉蝎, 要大不要小, 因為那些老舉蝎, 就被馬佬拆, 拆到闊了, 凡錢不過癮, 所以遇到黑鬼就開心了, 遇到那些高大威猛的苦蝎, 那些勞虎大眾, 那阿姐呢, 除了賺錢之外, 還可以過癮, 這個現在就是共產黨的大外宣幹部的嘴唸, 老舉蝎, 慢慢這些老舉蝎的風氣, 吹了來香港特區的官員, 包括那些議員, 包括那些有小公職的人, 你們現在看看他們的樣子, 整個樣子真的遲到舉蝎的, 香港的責任, 從這件事件, 你看到日本人, 對外做工作的厲害, 和他的手段, 他們用了招數, 值得大家上一課的, 好, 就是這樣, 做得好。 enh, 為甚麼人和他的, 窗戀。 請他們過往前, 請你好嗎? 請到店頭來開拍了, 請高警警, 請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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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